嗨 今天影片要來分享的是這個妝 這個妝很無聊很無趣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它是我日常最常畫的妝 我平常不想要考慮今天要用什麼東西 就是不想要過度思考的時候我就會畫這個妝 我知道絕對不會出錯 然後用的都是我目前最愛用的一些產品 對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這個妝是怎麼畫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這是集院的化妝水 我就把它當成化妝水加精華 我妝前就只會上這個 然後我就會直接上防曬 我一直看這邊是因為我自己在這邊 如果我鏡子拿到前面就會擋到鏡頭 所以 大家請見諒 接下來防曬用的是這個 一個韓國的牌子 我不太確定這個牌子要怎麼黏 防曬很重要 而且我現在有在用Adablin第三代A酸 所以防曬很重要 我用大概這麼多的量 這支防曬日常用我很喜歡 因為它很清爽 不會很油膩 然後也不會泛白 它就是化學防曬 後續的跟妝什麼的 不會起血 就是 就是 底妝疊在上面很漂亮 防曬沉膜之後就可以來上底妝 我現在最喜歡的粉底一組合是 紫唇鏽混合NARS 超方品啦 這兩個混合在一起的妝感超級漂亮 因為我現在的膚質 我跟以前比起來我不太能用那種很霧面的粉底液 然後植村秀這個 它就是很霧面 有時候我可能膚況沒有那麼好的話 用它就會有一點太乾太斑駁 所以我就是把它混合了NARS的這個 它是很水潤的那種 混合在一起的妝感就比較斷面 沒有那麼...啊 地震 What the fuck 植村秀這瓶它是霧面然後中高遮瑕力 NARS這一罐我覺得它也有中高遮瑕力 可是它是很水潤 然後我覺得在這油肌的臉上 控油力持妝差一點點 持妝上我還行 只是它不控油 所以混合在一起就是互相彌補了彼此的缺點 所以我很愛這個組合 一下的植村秀 兩下的NARS 這兩個色號混合在一起對我來說也比較剛好 因為一個偏黃一個偏粉 可以看到嗎 然後我會用這種小鏟子把它們混合 而且這個組合在臉上不會乾的那麼快 然後用粉撲拍開 Fight the way 我現在的膚質是就是回到油肌 因為我已經停吃A酸停了很久了 已經要兩年了吧 有點忘了就真的蠻久了 所以現在就是又游回來 還是會長粉刺痘痘 只是沒有上以前那麼誇張 我沒有在吃A酸 但是我有在用外用A酸 就是塗的藥膏 第三代A酸 阿達帕琳 我現在還在建立耐壽的階段 我是從一個星期用一次 然後現在進階到沒三天用一次 接下來局部遮瑕我會用NARS這個 我用的色號是1.25 台灣沒有賣1.25這個色號 就是在韓國買的 我覺得這個色號對我來說是最剛好的 它不會像那個Chance Lee 那麼的偏黃 它是比較偏中性色調 然後它又沒有Vanilla那麼深 如果你是用Vanilla色調剛好 但是太深的人 你就可以買這個色號 就是在台灣的話你就要找代購 然後 然後 用這支我最愛的遮瑕刷 七彩刷刷的 也是淘寶的 用點拍點拍的方式暈開 我從以前到現在上妝的手法都是這樣 搓搓搓點拍點拍 這樣子你每增加一個步驟 你都不會破壞底下一層的東西 如果你已經擦了防曬 然後你又用那種旋轉這樣 Buffin的手法上妝的話 你就會把防曬的膜破壞掉 NARS的這個遮瑕 我很喜歡的點在於 我覺得它的遮瑕力 對我來說很剛好 足夠用 然後它的妝感又很 就跟它的粉底液一樣 有點光澤的 然後容膚度很好 跟底妝不會打架 我是28歲之後才體會到它的好 20歲出頭的時候 用不懂它 我就沒有很喜歡 我那時候就只喜歡那種 超級厚重很高遮瑕力的什麼 Mac Pro Longwear 或是Tarte Shade Tape那種 這支影片不是跟NARS的業配 我純粹真的很喜歡他們家的底妝 底妝就完成 然後就要來定妝 你可能會發現我現在不會在眼下上遮瑕了 而且我連上粉底液的時候也是剩餘的魚粉 我才會拍在眼下 因為我在27、28歲之後 很明顯的感覺到眼下變得很乾 然後我沒有辦法再像以前一樣 在眼下上一大堆東西 粉底液 厚重的遮瑕 然後還有bake 我現在沒有辦法想像 為什麼我以前有辦法疊這麼多東西 因為我現在如果疊這麼多東西 眼下就是直接乾裂 直接那個細紋 啪 卡粉都不行 我現在眼下就是越輕薄越好 但也好險我本來就沒有什麼黑眼圈 所以也沒有什麼真的很需要遮的地方 接下來我要先用腮紅定妝 這個是Roman的W02 是一個 嫩粉 膨脹色 然後我會把它放在面中的地方 腮紅定妝這個手法我從好幾年前就是這樣做了 然後我到現在還是很喜歡 因為真的是可以減少蜜粉啊 什麼粉餅之類的用量 就是也不會看起來那麼厚重 接下來全臉定妝 我現在最喜歡的蜜粉餅有兩款 YSL的跟子春秀的 這兩個是我的最愛 兩款都是這種白色的透明蜜粉餅 我覺得妝效很像 都是那種收拾毛孔然後也有一定的控油力這樣 今天要用哪一個 那我擦好了 我要先用定妝噴霧噴一次 我通常是上完粉底之後我就會先噴一次 這個是子春秀的控油定妝噴霧 然後我才會上腮紅定妝 對 剛才忘記了 我用的這個是淘寶買的直溶粉撲 直溶的比較好用 眼皮上面粉底的肌線一定要先把它暈開 然後再定妝 OK 再來修容我要用的是HIMI的三色修容盤 我用的色號是03 鼻影我只會用這個顏色 中間色 現在鼻頭 畫一個V 兩個7 V2 然後換一支大一點的這種斜角的修容刷 一樣沾這個中間色 我就會上在這一塊然後 往前帶一點點不會超過眼尾的位置 像這樣 然後 然後下顎 接下來 眉毛 這個是花蘿莉亞的眉筆 9.9包油 巨便宜 你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我頭髮顏色這麼深還要用blonde 這種 這麼淺的顏色 這純粹是個人喜好 我不喜歡眉毛顏色畫得太深 我覺得我的五官不是很濃眉 眉毛的顏色淺一點 我覺得 在我的臉上看起來比較協調 然後眉頭就是這樣 噓噓噓畫幾根 然後刷開 接下來用KATE的染眉膏 也是老朋友 有了 再來沾一點遮瑕 修飾一下眉毛的邊緣 蜜粉餅定妝一下剛才用過遮瑕的地方 那接下來眼妝我要先用這個Chuckle的白色眼影 一樣先打亮眼頭 然後我會把一點這個白色眼影帶到下面這邊 畫一個C 但只是魚粉而已 亮不多 接下來我要用3CE 九宮格這一盤 我最常用的顏色就這個跟這個 這兩個比較偏暖的顏色 先沾這個膚色 這個顏色上在眼尾這邊 顏色就上在這一塊而已 後半段 然後再拿一支大一點的暈染刷 暈開 接下來要沾這個深一點的 紅棕色 就稍微加深一下 其實有時候如果我不想要眼妝太重 我只會上一個顏色就這樣 但通常我還是會稍微加深 再來換一支小一點的刷子 沾這個顏色 我再下眼影的部分 換一支扁一點的刷子沾這個 畫在睫毛根部 上一支刷子暈開 再沾這個最深的咖啡色 這支毛根部的這裡到這裡 稍微拉出去一點 其實可以畫到這裡就可以了 但是沾纏是選擇性的 最近蠻喜歡畫沾纏的 有可能是個階段性的東西 就跟我以前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要開眼頭一樣 也許我 再過幾年 也會覺得 為什麼我現在一定要畫沾纏 用剛才HIMI這一盤最深的顏色 暈開它 通常到這個時候 我就會想 我今天想要就這樣 全霧面的 還是想要一點亮亮的東西 那我今天要加一點亮亮的東西 我要用這個 YSL的眼影盤 就是色號500 裡面的這個 這個顏色 這就是我的日常 眼妝的眼影 接下來眼線 我要用咖啡色的眼線膠筆 這是我的第二支 然後我之前又囤了三支 因為它真的很好畫 但它不是那種超級超級細 像Canmake的那種筆性 偏粗一點點 希望它畫內眼線 拿剛才的定妝粉撲 這樣拉 就不會把那個底妝破壞 我很喜歡這支眼線膠筆的原因 是因為 它不容易斷 因為很多那種 極細的筆心 轉太長出來 一不小心就斷了 稍微用遮瑕膏 修飾一下 這個線條 接下來睫毛 我要先用無印良品的 睫毛夾 睫毛夾翹 用什麼睫毛膏不是很重要 反正就是打個底而已 這樣我等一下要貼的 夾睫毛 才有辦法好好的立起來 接下來我要用這種 單簇的夾睫毛 不是黏在睫毛的下面 不是上面 然後貼在根部 不是你的內眼睫 不是那個黏膜的地方 是睫毛根部 用這種夾子夾住睫毛的尾巴 然後剪一膠 那有點白白的部分 等一下那個睫毛膠完全乾了 就會變透明了 再來下睫毛 先用KATE 睫毛底膏打底 下睫毛一樣是KISS ME的睫毛膏 不管換了多少袋 就還是KISS ME 接下來腮紅我最近用到最喜歡的 就是DIOR的這一盤 287 一邊是腮紅一邊是打亮 這一盤裡面的腮紅 它乍看是霧面的 但是實際上臉有一點點微微的光澤 上臉再說 它沒有任何很大顆的珠光 遠看還是霧面的 你要很近看才看得出來 反正 這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而且它對白皮膚很友好 不會太深 旁邊的這顆打亮是比較細緻的光澤 不是那種很高閃很誇張的 就比較適合你不喜歡打亮很明顯 只想要一點微微的光澤的人 就是一個粉紫色的偏光 不知道拍不拍得出來 我想要很明顯的打亮的時候 我會用這顆Rare Beauty的 這個就是比較誇張一點的高閃 我要用這顆畫在眉骨 這就是真的是一點點就超級顯色 還有眼頭 最後唇彩我要先用這支是花洛莉亞的唇線 我喜歡把唇峰這裡填滿起來 就是讓我的唇型看起來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唇峰 然後再用Sephora的唇蜜 這個時候是02 這是我的最愛 是雅人的äh旨 對 是雅人的 mening 對 是雅人的